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法大全 我是国立评论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 这个单元要来探讨分享的新法主题是 4W跟4W 好,那为什么会谈这个主题呢? 这学期我刚好有在上程式语言 那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做大数据的分析 那就建议同学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要以4W跟4个what的思考 那其实也不只是做大数据分析 或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思考 好,这个4W先前我们单元有看过 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什么是4W 是what is,why to do,what goals to achieve,how to do 就是what,why,what goals,how 那我们用中文来说呢 what is,是什么,why,为什么要做,what goals,要达到什么目标 how to do,我们是如何做,要如何进行 好,那我们刚刚说如果要做的是一个大数据分析 那首先当然要知道什么是大数据分析 其次就是为什么要做大数据分析 那接着做完大数据分析 希望能够达到什么目标,得到什么咨询 好,那最后当然就是如何进行,how to do 好,这4个W其实是有顺序的 第一个是what is,然后why,然后what goals 最后就是执行如何做,how 好,那了解的这个4W我们再讲什么是4个what 就是what to know,what to get,what to do,what to show what to know就是想要知道什么 如果你要做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想要知道什么 那想要知道什么呢 那当然知道就是很笼统的 那我们就要很具体的说想要得到什么 那想要得到这些资讯呢,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事 那既然做这些事,那我们最后要呈现什么样的结果 什么样的内容 好,那所以我们就拿大数据分析 Big Beta Analysis 这是目前现在很热门的主题 那我们很简单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有一个全班的学生成绩 那当然成绩是数据是10的 那我们想要知道什么 比如说从老师的角度 我想要知道学生的学习情形 那学生到底学的状况如何 那这是老师的角度 那我们要得到什么资讯呢 比如说全班的平均分数 最高几分,最低几分 或甚至成绩集聚的分布情形是怎么样 是不是常态分布还是有特殊的分布状态 好,那如果要得到这些资讯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可能当然就要写个程式来做分析 比较快啦 那写完程式以后 那我们怎么样去呈现这样的内容呢 那最方便当然就是用图示的方式来表达咯 那或者说我们做一个问卷调查 像我们实验室有对外开班授课 那每次都会做学员的满意度面调查 那我们想知道什么 那当然就知道我们开课的品质 学生的反应如何呢 那要得到什么呢 我们每个问卷都可能有十几二十题 多的话,少的话十字题 那我们每一题都有对应的满意度的情形 或是个别学员的差异等等 那这是我们会有想要知道什么 想要得到什么 那这样我们就要去做这些问卷调查的分析 那要呈现什么样的结果 来表达我们想要知道的事 那或者说全班学生的BMI分析 也可以透过What to know, what to get, what to do, what to show 这四个层次的思维 或是说以免的降雨量分析,股市分析 太多的事情是可以做分析的 那大数据分析 这个讲卷的重点 第一个What to know,想要知道什么 What to get,得到什么 What to do,需要做什么 What to show,要呈现什么 所以这个四个what也是有它的顺序的 总和一下这个单元 我们这个单元再说 这个4W What is, why, what go, how 这是做一件事情的宪法 而这四个W What to know, what to get, what to do, what to show 这是情境需求分析的宪法 好,这个单元就要找到这里 希望被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以上个人看法 请多指教 是的 谢谢观看